大家好,我是小杨,今天用豆腐和西红柿做一道好吃的美食,一起来看一下吧,西红柿洗净对半切开,再切成小块,再切点小葱花,碗中打入两颗鸡蛋搅散,再准备一些洗净泡发好的木耳,掰成小朵, 一块老豆腐,切成小方块,鸡蛋倒在里面,搅拌均匀,使每块豆腐都干裹上鸡蛋液,锅中倒点食用油,把裹好鸡蛋的豆腐煎一下,一面进行以后再翻个面, 都煎成这种金黄色,盛出备用,锅中再倒点食用油,放入葱花炒香,炒香倒入西红柿,现在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,西红柿炒至有点发软,把木耳倒入里面, 翻拌均匀,在里面加入一小碗清水,盖上盖子,用小火煮上一分钟,时间到了,再把豆腐倒入里面, 搅拌均匀,盖上盖子,再炖煮一分钟,时间到了以后,淋几滴小墨香油,撒点小葱花搅拌均匀,就可以出锅了, 一道香喷喷的西红柿豆腐,就这样做好了,豆腐这样做,好吃又特别的入味,加上木耳,清肠瑞肺, 喜欢这个做法的朋友,赶紧动手尝试一下吧,我是小杨,每天更新不同的美食,喜欢就关注我一下,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